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中南海报敏感人事异动 传网小红将取代蔡奇 畅衰闭嘴 中国报复性处罚六大评级机构 中国股市已惨跌于60% 投资人分分头否决票 商业内幕杂志一张图 秒懂习近平处境 房子白菜价无人问津 十年也难消化完 中国小微企业有病 影响1.8亿人就业 芯片落后十年 中国山寨专家攻击台积电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中南海报敏感人事异动 传网小红将取代蔡奇 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突爆猛料 称网小红将接任蔡奇 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海峡时报的报道说 中共可能于2月召开 二十届三中全会 会上将至少撤销三名 丑闻缠身的中央委员的职务 他们是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外交部长秦刚 和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报道还说 一些政治专家推测 三中全会的另一个可能进展是 66岁的中国公安部长王小红 可能取代68岁的蔡奇 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王小红将同时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因为办公厅主任通常也是政治局委员 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有24名委员 近日又从中共体制内传出消息称 中国公安部长王小红可能在未来的三中全会上 取代蔡奇掌管中央办公厅 王小红由此得以掌管与中共高层安全密切相关的两大武装 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特勤局 蔡奇一向要指如若被取代 中南海的权力格局会产生微妙变化 这一传言如果属实 中共高层内部肯定会有一番较量 因此延误了三中全会会期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关王小红当中办主任的消息 在中共二十大后一度流传 结果是政治局常委级的蔡奇兼任 以致她全请朝野 分析认为王小红长中办的消息 相比上段时间据传是和彭丽媛关系密切的 新疆区委书记马兴瑞调任更为靠谱 原因有三 一是在中共二十大上 王小红已或安排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 使政法系同时有两人进入中央书记处 另一人是按惯例列入的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而中办主任历来是中央书记处主任 蔡奇因为分管一事形态 本身是常务副书记 所以王小红提前进入中央书记处 就为日后掌管中办买下了伏笔 二是习近平早年在福建任职时 王小红就是习近平的警卫 据说王小红当时住在习近平楼下 由于彭丽媛不在福建 习近平出差期间经常将女儿习明泽 寄住在王小红家 这显示习近平对王小红非常信任 在安保一线和搞暴力维稳方面 王小红也比蔡奇更有经验 三是王小红近期以汉有随习近平出访 习近平去年12月12号13号出访越南 同级的除了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蔡奇 和外交部长王毅还有王小红 这打破了公安部部长不随同领导人出访的惯例 这可能说明由王小红接管中办 这项事关习近平安全的人事一直在铺牌当中 而蔡奇只是暂待 这种情况有点像秦刚被免后 年迈的王毅回炉暂监外长 至于为何现在安排王小红接管中办 则或与习近平现在的内外交困 自感不安全 担心文官蔡奇不能有效保护自己有关 去年8月 习近平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后 为直接返京 而是前往新疆考察 当时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公安部长王小红都到乌鲁木齐营嫁 全程负责安保 如果王小红取代蔡奇担任中办主任 这一刀把子在中共内斗中将更具杀伤力 上任中办主任后 王小红未必会交出公安大权 而即便王小红卸下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 由于公安部在近三年 已被他以肃清孙力军余毒的名义 进行了大清洗 整支队伍已是王家军 所以除了负责国家级领导人安全 或进行监视的中央警卫局 负责监控副国级领导人的公安部特勤局 实际上仍在王小红手中 所以说王小红会使掌两大武装 蔡奇和王小红都属于福建帮 蔡奇分管宣传和党建 本身也是国安委副主席 自掌管中办后不断抓权 权势力压二号人物李强 这在过去一年来在党内引发议论 曾有分析认为 如果习近平突然暴毙 蔡奇可能因为是大内总管 完全可以封锁中南海 然后假传胜职 夺得党政军大权 李强等其他人没有还手之力 接下来 如果本身个性比蔡奇更为凶悍的王小红 取代蔡奇成为中办主任 蔡奇等于被缴了武器 这可能是习近平自己的算计 就是在亲信中玩权力平衡 避免有人势力做大反噬自己 只是对习近平来说 王小红也可能是中南海乱局中的 中国版普利格金 脑后本来就有反骨 当然有关中共高层人事变动 目前只是有传闻 三中全会到底何时开仍未定 习近平会不会干脆摆烂 不再开三中全会呢 但再这样搞下去 由于秦刚等中央委员范事不处理 那些等着递捕的中央候补成员也无法上位 习近平的权威将进一步消散 日久党内一定会生变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报复性处罚六大评级机构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股市喋喋不休 在股民涌入美国大使馆微博留言求助之际 中国央行2号突然宣布 对标普中国等六大评级机构 合计罚款3446万元 就连部分评级机构的高管也被罚 2月2号中国央行公事 对中诚信国际上海新世界资信评估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 中正彭源联合资信和远东资信等 六家评级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决定 合计罚款3446万元 央行称 其中五家涉及违反一致性原则 四家涉及未按照法定评级程序 及业务规则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四家涉及违反独立性要求 其中标普信用评级中国被警告 并罚款212万元 该公司评级分析总监也被罚款3万元 许多经济学者认为 六大评级机构被处罚 与中国股市暴跌有关 此前多家信用评级机构 均预期中国金融风险持续上升 其中标普中国在报告中说 受疲弱的房地产行业影响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高 会进一步对房地产销售带来负面影响 有分析指出 中国经济趋势往下的脉络明确 要想挽救股市 只有大刀阔斧的政策转变 但中国当局没办法做到 所以就惩罚这些信评机构 也试图威胁他们不要再唱衰中国经济 但此举无异于掩耳盗铃 真实的经济如何 老百姓心知肚明 这个时候央行应该想着 如何去挽救外汇和人民币贬值的态势 或者出台有效的刺激经济的方案 而不是去处罚信评机构 这样的甩锅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股市已惨跌于60% 投资人纷纷投出否决票 据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股市市值已从2021年的最高点 跌掉于60% 蒸发近2兆美元 尽管上月30日中共当局誓言将祭出强而有力的救市措施 但一日高盛集团在香港举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逾40%的投资人认为 中国已是不可投资的市场 高盛首席亚太股票策略师穆天辉指出 许多香港人对中国股票投下否决票 该结果象征中国股市面临的困境 高盛上月30日对参与中国股票会议的出席者进行该调查 报道说交易员资产管理人与避险基金反映 在外资稳定流入中国市场10年之后 全球投资人的信心因三年巨额亏损而动摇 只有短暂的反弹才能舒缓情绪 但该反弹很快消失 过去12个月 因中国经济成长乏力 房地产危机未除 政府对市场的支持力道不足 以及美中外交关系紧张 使全球投资人加剧对中国股票的反感 结果指标性的MSCI中国股票指数 从2021年初的最高点暴跌超过60% 市值蒸发于1.9兆美元 穆天辉说 我们接触的全球投资人大体上已经离开中国 如此对中国的态度与几年前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外国投资人忧心错过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与国内消费 而如今投资人认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稳定与国安的重视 使一度蓬勃的技术群体遭到打压 并加速与美国的金融脱钩 与此同时 摆脱依赖房地产增长的努力重创经济 拖累上市企业的获利与股价 尽管一些华尔街银行呼吁中国股市暴跌 已将估值压得够低 投资人应在入市 但境外投资人透过香港股市与中国的互联互通机制 持续抛售在上海与深圳上市的股票 上月竟卖出118亿人民币 这就是证明 这是外国投资人自2014年该机制启动以来 首度卖超中国股票 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表示 低估值不足以让他们开始寻找中国标的 一家大型英国资产公司亚太区主管说 中国相当便宜 但同时有许多警讯 商业内幕一张图 瞄懂习近平处境 据自由财经报道 美国媒体认为 中国面临严重的房地产问题 通货紧缩和外资撤离 世界尚未看到中国在疫后出现任何反弹 即使北京设法让经济呈现温和成长 但牛市似乎不太可能出现 商业内幕报道 外资持续流出 证明中国股市陷入熊市 而该国的房地产行业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定 与此同时 北京也必须想办法解决通货紧缩 青年失业问题 以及公民信任危机 即使中国经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专家们仍不愿做出看涨的预测 以中国股市为例 自2021年达到顶峰以来 中国股市市值已征发约6兆美元 过去三年 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科技公司 在中国反垄断镇压行动中 这些公司的股价经历了快速的轻摔 投资研究公司Datatrack联合创办人 科拉斯和拉贝 在周五、二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显然过去三年多来 中国对科技公司采取更严格的控制 这使他们在公开市场上与美国同行相比 处于严重劣势 报道直言 由于缺乏支持性政策 造成A股接近多年低点 一月份外资连续第六个月净卖超 对冲基金副投资长爱德华表示 政策制定者没有为投资人提供足够的理由进入股市 目前市场对中国弥漫悲观情绪 高盛分析师马斯里预测 中国经济今年GDP成长4.8% 高于目前4.6%的共识 但是要扭转市场情绪 光靠经济成长是不够的 中国房产白菜价无人问津 十年也难消化完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以来 房屋销售萎靡不振 市场上的房屋库存暴增 专家认为现存的房屋和再建的房屋 可能需要5-10年才能消化 日经亚洲3号报道 中国房地产业销售疲软 导致市场房屋库存大量增加 市场要加以消化 可能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 另据美国之音 美国财经电视频道CNBC 则引述经济学家说 这个消化期可能会超过10年 日经亚洲报道 随着房屋过剩问题日益严重 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房价都在下滑 中国大型房企碧桂园 四川南冲市的一名销售人员说 一套110平方米的公寓 现在只需要人民币62万元 比原价削减了22% 你如果有兴趣 价钱我们还可以再砍点 日经另外引述中国网上的一则贴文说 辽宁瀋阳一户房屋 目前每平方公尺8300元 减价3000元 由于房市库存严重饱和 中国各开发商货物主都在竞乡减价 叫卖各自的房产 日经指出 计算过剩房屋是用新建房屋面积 减去销售房屋的面积 去年底 中国过剩房屋面积接近50亿平方公尺 若依一家三口100平方公尺计算 中国目前过剩的房屋面积 可共1.5亿人或5000万个家庭居住 中国监管部门2022年开始对房地产行业 实施去杠杆和消除债务风险的新措施之后 房地产业盖房子的热潮就开始冷却 但由于销售不畅 库存房屋数量持续增加 2023年全年住宅销售面积为9.4亿平方公尺 比2021年的15.6亿平方公尺的高峰暴跌约40% 2020年30多岁的具有首次购房能力的中国民众 有2.2亿 但这个群体预计到2035年会减至1.6亿以下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罗格夫等专家的研究显示 2035年之前 中国城市新屋开工率每年都会以3%的速度下滑 此外中国人扩大和改善住房面积的需求也趋于饱和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 人均住房面积只有8平方公尺 过去40多年中 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准的提高 中国人兴起换大房改善生活质量 但这个潮流目前已经结束 中国目前人均住房面积已增至40平方公尺 约相当于日本和英国 CNBC上个月引述斯瑞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表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面临长期的修正 市场目前过剩房源可能需要10年才能消化 洪浩说 如果你看看库存过剩的情况 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 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消化目前市场上的库存 但是如果你看看目前在建的房屋 我们有600万平方米的新房在建 按照这个销售速度有可能需要超过10年时间 才能将所有这些在建的房屋消化掉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要说的是市场修正 可能需要持续很多年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小微企业有病影响1.8亿人就业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中国人民大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微企业金融不健康 面临诸多风险 1.8亿人的就业前景恐怕受到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针对2349份问卷 进行了小微企业金融健康研究 近日发布了小微企业金融健康报告 报告指出 从地区看 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河南陕西等地的小微企业 处于金融不健康状态的占比偏高 广西和重庆的小微企业金融健康状况 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 从企业成立时间观察 成立时间在3-5年和8年以上的小微企业 金融健康状况欠佳 需要重点关注 在日常财务管理上 小微企业的应收账款拖欠问题较为严峻 资金回流压力较大 需要重点关注 其中在非常不健康组内 80%左右的小微企业 不能按时收回应收款项 报告指出 所谓金融健康衡量的是一个小微企业 是否可以维持良好的日常财务运营 稳健的应对经营活动中的潜在风险 周全的准备当下和未来发展所需的财务资源 体现了企业的良好运转状态 免疫力和成长潜力 但是中国小微企业在资本筹措管理上 依然存在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从银行融资面临缺乏抵制压担保物 银行受信流程复杂且时间过长 融资成本高等困难 目前来看 小微企业主要面临来自市场竞争 日常周转资金紧张 价格波动等方面风险 风险意识不足 金融素养不够 缺乏合适保险产品等 是制约小微企业提高保险保障的重要原因 继续下面的报道 芯片落后十年 中国山寨专家攻击台积电 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当汽车发明时 有部分马车使用者坚称 马车已经够好够用了 不需要汽车 当芯片先进制程不断进步时 中国在芯片制程的落后越来越大 部分所谓专家竟然宣称 现有的芯片制程已经够好够用了 甚至还预测2纳米先进制程 可能会成为压倒台积电的稻草 中国的所谓专家的反制化 令人叹为观止 啼笑皆非 纽约时报报道 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是世界最重要的公司 全世界约90%的先进芯片 都是由台积电代工制造的 是一家如果被迫停产 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萧条的企业 然而在彼岸的中国芯片代工产业 虽然以举国之力 以全民大链钢的方式 投入芯片产业 不过由于在先进制程的落后 差距越来越大 真正身在芯片产业的业内人士 保持静默 反而是各种半路出家的 所谓专家声量越来越大 根据中国媒体观察者网报道 甚至有独快机系出身 从未在芯片产业待过的 所谓专家声称 现在的制程能力已经够好够用了 5纳米、3纳米、2纳米 大部分能力都是冗余的 没有什么用 平常都是浪费 对消费者的体验基本上没有影响 这些反制化所谓专家的论调 就如同当初坚称 马车已经够好够用了 不需要更为先进汽车的说法 如出一辙 最夸张的是 这类自我感觉良好的民间草根专家 还预测台积电 在2纳米先进制程投资方向出错 成本过大 这可能会成为压倒他的稻草 中国新闻平台充斥着这类所谓专家的言论 中国网友跟着自嗨 反而是真正的科技业 半导体业界人士保持沉默 为之一词 至此同时 南韩媒体报道 根据半导体产业研究报告显示 全球芯片巨头台湾台积电 美国英特尔和南韩三星电子均在加速推动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芯片 台积电的主导地位则越来越稳固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吉邦科技的数据 2023年第三季台积电全球芯片代工市占率达到了57.9% 是南韩三星电子的4.6倍 至于先进制程领域 台积电一家的市占率更占了全世界的九成 根据公开资讯 台积电2023年全年营收约为新台币2兆元 至于2024年的全年营收 更有机会缴出全年成长21%至25%的成绩单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明镜新闻台